马席二会这次大陆高规格接待马英九 从场地到座位都非常的讲究 寓意深远 场地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是大陆与外国元首的会谈场地 而不是台湾厅给足了马英九元首级的待遇 连岸同胞一路走来 始终一脉相承 心手相连 守望相助 这次马英九紧扣和平臂战的主轴 来跟大陆搏感情 外媒分析 马席二会彰显了 和平统一依旧是北京的首选 北京此举有效施压 即将在520就职的赖清德政府 同时也对大陆国内宣传 塑造出北京依旧没有失去台湾人心的印象 Amanda Schell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dds this Quote for Beijing Maa's visit is also a useful way of assuring its domestic audience We have not lost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对此CNN引用学者宋文迪的分析表示 马席二会对习近平而言 是对内宣传和平统一依旧可行的大内宣工具 Maa's visit gives Beijing proof tha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外媒包括CNN跟路透社总体而言对马席二会都保有正面的评价 外媒普遍认为马席二会有助于台海的和平 也让北京借此机会对外彰显 北京能够善待友人 记者孙一珍报导 Maa's visit www.fema.com